还有再给你们讲一个啊 讲给我见的真事啊 就是在我 我在园区有一个组 他们干那个欧美盘的 原来干赔钱了 你知道吧 那个盘呢 当时年前的时候 他们赔了 美金是赔了一百七十多万吧 赔美金 美刀 啊 什么 别打扰我行吗 啊 他那个美金呢 美刀 啊 赔了一百七十多万 然后后来呢 他们又从那个福建调了一个啊 又调了一个这个大总监 那哥们干了好多年了啊 身上都是纹神 他媳妇还是台湾的 安家台湾了 他也回不了国 叫啥叫子弹 都假名叫子弹 这哥们就是特别有能力 刚去的时候 我俩的出台挺好 然后给他嘛 带那组 结果他带了 大概有个半个月左右吧 也不行 一直赔钱 他就很郁闷 他也跟我聊 他说是三哥 我这挺闹的 他说我这再不出业绩 一直也赔钱 老板 我怕老板哪天弄他 后来老板呢 又给他调去一个人 叫啥 叫山河 又调去一个总监 那小孩叫山河 年龄不大90后的 说贼有能力 当初在柬埔寨园区的时候 跟老板 老板身边红人 这咬就贼狂 你知道吧 因为他老板身边人吧 就特别狂啊 然后他提出个啥要求 你知道吧 那小孩特逗 他本身自己爱玩 那个小白面啥的 然后他出园区出不去嘛 那就是抓业绩 说这不能扭亏为盈 谁他们也别出园区 老板下令了啊 谁也别出去 都园区里 给我向那蹲子 然后他就憋得慌啊 干几天没业绩 他就找老板 跟那立哥说的 大哥 哎呀 我们不出业绩 你知道为啥不 老板说为啥呀 他说这是我们这组人啊 都爱玩那个东西 你能不能给我答应我个要求吧 我月底之前 我保证半个月 我保证把这个 一百七十万给你挣回来 我还要你多挣点 行不 你要答应我 立军立状都行 表现老板就乐了 他说行啊 上司来吧 你说的啊 半个月啊 半个月 你不用说一百七十万 你能给我挣回一百五十万美金 我把这盘口预平了 比方我赔就行 我不希望你给我挣多少钱 因为这盘口现在折太多了啊 人民币的蛇一千多万了吗 一百七十万美金 没刀 那上个都行 但大哥 那你能答应我们这个要求就行 你得别管我们啊 你别管我们就行了 你就每天我要的这个小白面 你能供应给我们就行 小冰糖 你得让我们玩 我们一玩啊 我们就有状态 哎 我们灵感就来了 咔咔的 我们就出单了 哎 结果老板 无所谓 老板说你玩去吧 去你嘛 老板第二天 让他那个 让他表弟啊 管那个采购的 叫阿迪 然后阿迪就拿了 一大包包给他 你知道吧 哎呦 那三合 这帮二逼都乐坏了 这帮小开始啊 叫到办公室 给所有人开会 开会干嘛呢 玩这个 所有人先 整点小面 啊 小冰糖 先整上 充充电 收给大伙啊 啊 中逼嘛 当时给那个子弹 整的挺无语的 你知道吧 子弹当时想想 算了吧 我别直升了 万一三合 真能挣了钱就行 要不然这黑锅 得他来一起背啊 连子弹也没直升 这三合就在那 乌乌找找来了 听我的 来兄弟们 咱一起玩 咱们干活得开心 挣钱是你帮面 信我的 跟我三合 你放心 没有挣不着钱的 你就跟着三合 绝对错不了 信三合就完了 咱们现在状态不好 调整一下 来 咱不要别人是这样 什么基本心灵机当开会 我还这么书念的少 我不会那个 你知道我就在门外听吧 咱们先嗨起来 啊 小音箱一直 巴巴巴 小脑袋一晃 开始拿小木头牌 他给他拿个小卡给拨 巴巴开始发吸管 这帮兄弟可嗨起来了 滋喽滋喽 隔里边整了他妈老半天了 开始 然后开始干活 那我一看一个迷灯 除了眼珠都直了 哪给他敲键盘呢 他妈打字都打不明白了 然后过去我就问子弹 我说咋样呢 子弹说我 他妈完了够呛的 对保护我的三个一来 他妈不干好事啊 妈的跟他妈老大保证 妈签生死状了啊 说半个月 不整150万美金回来 就这样腿打折 啊 唯一的要求就是 每天的样堂玩 不玩大了 不玩嗨了 不行 没状态 我当时笑了 我说你觉得你信吗 杨子弹说我不信 我说子弹呢 我说你赶紧找老大聊了 不行 你撤手你别干了 我说你干 这黑锅你背不起啊 别把你腿这边给你敲舌了 然后那个子弹就找老大聊嘛 然后就从这盘退出来了 就然后全要三合自个全权负责 然后到最后大家知道吧 半个月过了 过了之后 不光150万没挣回来 又给老板赔进去四十多个 每道啊 全是每道 你知道吧 然后老板就当时就叫到办公室啊 抛头把山河落进去 啥也没说啊 拿起大板凳 俩人摁子 直接啊 把腿往那个茶几上一指 刚刚两凳子 直接腿 大家知道这腿吧 平的 直接干成这平的 直接就 干成这要行了 知道吗 当时就腾晕过去了 直接落走 落医院去了 打石膏去了 就往死里干 然后把他们所有那一组啊 那二十多人 你知道干嘛吗 不玩吗 是吧 老板说来来来来 要干啥 来别睡觉啊 今天晚上谁也不许睡觉 干啥呢 上操场去啊 爬 啊 围着操场那个有中介国篮球架了吗 围着篮球架了 爬啊 啥时候爬了爬不动 爬地下为止 明明拿枪一圈 明明拿着这个棒了 在边上笔子看着 那一组人爬一宿 我不撒谎啊 爬了一宿 他们那下午三点上班了吗 啊 下午三点上班 晚上 把山河腿让老板拿板弄砸舌的 然后 一晚上啊 就大冬天那么冷 光着大酒压了 就个操场 爬了 早上天亮 那很多就已经虚脱了你知道吧 就躺着吐沫了了 就翻白眼了 好多都虚脱了你知道吧 真的就彻底虚脱了 那拨了盖 手 皮都干没了 全血乎连的 啊 爬完之后 然后呢 每个人 整起来之后 落到小黑屋 一人一瓶水 关了一天 关了一天之后 第二天 让吃了一口饭 吃完一口饭 又给关了 又关了七天 七天之内 小黑屋不宜出 知道吧 关七天反省 懂吧 然后那个山河回来 就傻了 那孩子 你知道吧 就给干的都干傻了 回来 你跟他说话的话 都都都跟不省人事似的啊 咪灯的 然后那老板说 咋样啊 山河 啊 人都关的 咋想的 来 你说 你那组人啥事出来 啥时候呢 把业绩做出来 后来那山河也给老大 这然后跪都跪不下 那腿折了 给他组个拐 又哭嚎了 在办公室里 说的 大哥呀 我不干了 还不行吗 我不干了 行不行 啊 你让我走吧 你让我回家吧 我回福建老家 行不 老板说 你回不了 啊 你知道吗 你最近 你欠我多少钱啊 就你这一组20多人来 我他妈答应你了 来天天 你知道 天天给你们这 小冰糖 小白面 来多少钱 一天一包子 来多少钱 算算 来 一分钱没给我挣 你还给我又亏了40多万 咋算 来 这40多万 每刀全得算你身上啊 你得给我赔回来 还有最近花钱给你们供货的这个钱 你们还得给我赔 来 我给你算算啊 说这个小山盒 最少吧 你现在最少你给我拿出500个来 500个达不留 我让你回福建 我让我早上开 如果拿出500达不留 来 你就烂也给我烂到园区里 还想回他妈的福建 给你美出鼻子泡来了 想说这孩子还挺酱的 来就啥 啊 我从小是跟你出来的 啊 我家里边人也都没了 你也知道 我爷我奶也没了 我爸我妈也不要我了 我们家就我自个 那行 利哥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行吧 那兄弟也走不了 那我就给你个交代 我也不活了 呃 我最后求你件事 你能把我那骨灰盒 能能够带回老家 行吧 你把我骨灰盒带回老家 把我运回老家 给我埋了吧 哎呦 当时你家给利哥气的 你把含号过来 又是一个大逼兜啊 叮当叮当叮当 那给那孩子 本来长得就挺瘦的 一百斤左右吧 瘦的那小脸撒白 一顿大嘴巴 一顿丑 然后让那个叫阿飞 叫小冬 啊又叫阿伟 叫撒人来 把他那也关好一屋去 然后把山河 你知道吧 也他妈闹到 关好一屋去了 也关七天 然后腿还打石膏呢 你知道吧 到最后我一看那山河 那孩子平时也挺好 你知道 这素质小嘛 然后得可怜 我他妈二逼呵呵的 你知道我回到宿舍 就问谁有药来 消炎药啊 感冒药啊 反正差不多了吧 消炎的感冒的 我拿了塑料袋 给找了一大堆 然后我上七楼给送去的 我就给扔进去了 我说山河啊 我说不管咋的啊 腿还没好呢 我说消炎药吃点 别感染了 感染了那腿就废了 以后 以后那真诚瘸子了 然后山河说 谢谢十三哥 怎么地的 然后觉得可怜吗 然后后来那两天 我就没事 早上我买点包子 豆浆 我也上楼看看他 单独给他叫到隔壁 保安室那屋 我没事给保安一百块钱 要不给保安买盒盐 都认识了吗 都认识了吗 我说你把那个 叫山河的叫出来 我说那个 我给他吃点东西 跟他说点事 我说你谁啊 我说我是他领导 然后我去的时候 我就在那个公司嘛 借了一个红盘过去 然后可以看吧 借了个红盘过去 每天给他送个小包吃 其实说心里话 从他黑屋关完之后 那个小孩 就是山河 对我就老亲老亲的了 你知道吧 特别特别亲 真当庆座一样 但是真挺可怜 那还挺我刚 真的 那也都给揍我 但是你记住 一旦沾上了这个地品 小白面 小冰糖这些东西 你啥人都废了 什么人都废了 你啥也干嘛 这些废废的 一天你脑袜里 琢磨的全那些东西 那山河调还是典型这样 小孩本质非常好 真的 就是因为沾染了这些恶习 沾染了这些东西 一样的孩子废了 知道吧 那老板 他论辈儿的话 我问他了 他是按辈分算的话 管那个老板 他应该是他 唐亲还是 懂吧 唐亲就等于都是一个爷爷的 也就是那个老板 他正常得叫叔 就是他爸跟那个老板 属于一个辈分的唐兄弟 他得管那个老板叫叔叔 那都不好使在那里 真的 不惯了你 啊 上